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户外其实它受天气啊场地啊等等 因为尤其是演讲我们都比较希望说 它是在一个安静封闭 然后人员不会走动的地方比较好讲 可以把他们锁起来就算讲了 对比较专注一点 那因为之前有在我印象中是屏东的千禧公园 它也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台北的大安公园 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场地 那我就觉得好难忘 尤其是相亲互动的经验 会让我跟我想象中的 会觉得那么大的挑战 其实也还好 那第二次是我跟一个基金会到一个偏乡 然后他就是在一个晚上 有点像是户外开讲那个样子 对那最近这一次跟景文 是我第三次的经验 那主要因为景文要唱歌嘛 那其实你是很会不管是室内或户外的 你很会掌握那个跟民众互动的技巧 就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然后就走到台下去跟大家握手 20公分高 可是你那一天你的造型跟装扮 我觉得很适合那个场地 谢谢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每次做活动都会因为场地 然后要表演什么的关系 所以会让自己的服装会比较搭配 可是你明明去之前也不知道那场地长那样 但是因为户外 你知道是公园型的 对然后因为它一定是搭搭比较高的高台 所以就是比如说可能不能穿太短的裙子 或者是说在装扮上面 我觉得就是自己会 而且那天那个就是长裙等等 就在那样的温度跟天气当中 其实是很刚好的 对其实南部真的比较热 比较温暖 然后南部的相亲也比较热情 就是我觉得感觉是不一样 而且那天真的很特别 因为之前跟你的讲唱会 都是也是在室内 比如都是在社交馆 社交馆 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户外 其实你那时候上台的时候 让我很惊讶 是因为我觉得你好会做人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有带礼物 你知道我那时候 因为要跟来宾现场互动 我觉得是一定 而且我真的是很用心 那个价值很高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送温泉券跟那个 我觉得天啊我那时候看到你 哪里 可是景文你很坏耶 因为那名卷很高级 你知道他一上台景文居然说 你是想要去住饭店 把不要的毛巾拿来 不是 那是个效果是不是 这个效果吗 我想那个赞助我毛巾的老板 听到一定气死 我后来直播都不敢寄给他看 没有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 那个就是那个 他其实很特别啦 他其实是在 他的地址是在高雄 但是你真的要去的话 是从台南高铁站去比较快 或者是你从那个田聊交流 倒下去 他一分钟就会到 一个叫做花季的一个度假的饭店 那为了响应赞助我们的活动啊 特别那天就送了 怎么那么好 毛巾跟温泉 我本来想说 如果没有人回答 我可以留给你 就没想到民众那么踊跃 所以就没办法留给你了 怎么可能轮得到我啊 也许哦 没有我跟上 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啊 让我很惊讶 你知道 是吗 对 因为你可以用你的歌声握手去互动啊 我又没有像你那么 有这种互动的实力 没有我之前 我就带了礼物去 我之前是把表演 歌唱里面表演 融入一点点那个魔术 你还会一边唱歌 一边变魔术啊 看歌 比如说像 Let it go Let it go 那个剑奏 那这时候要变什么 就一个鸽子就跑出来吗 那个鸽子没办法带 就是 只能 只能变成一根棒子 我以为是Let it go Let it go 然后那个鸽子就从你的袖子里面跑出来 没有 带鸽子太麻烦了 是是 就变一根棒子 或者是那个 这也很厉害啊 那棒子要藏在哪里 就手里面啊 所以你是去那个虾皮买的道具 是不是 我 就是手一打开 那个棒子就弹出来了 我跟你讲 变魔术有这么简单吗 我先去找老师上两堂课 真的吗 真的 我跟你讲 外面卖很多道具 我告诉你 我知道 我就是先去找老师 然后跟老师讲说 我在这首歌 我就开歌单给老师 说我要变这个魔术出来 我不知道可以变什么魔术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老师 我说这首歌可以变什么魔术 第一个要很简单 第二个要我能操作的 第三个 要就算有破绽 它也是一个效果 然后老师就帮我想了三个 一个就是变那个魔术棒 然后一个就是抛那个彩球 也都是握在手上的 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撒花 就是你有看到那个撒花 然后用扇子那个 这个其实效果都很好 因为在那个现场 一来它有一种惊喜 二来它有一种互动 再加上它的气氛是很温馨跟欢乐 这个表演其实都受到场地 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种限制 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种 对于表演工作者来说 很大的挑战 我是吴若泉 请景温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其实在生活跟工作上面 不管是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有所学习 那么最近我们有一起合作了 一场在户外开奖的奖唱会 我就很好奇景温 其实真的是全方位艺人 然后是一个很成功的歌手 谢谢老师 就在这么多不同的表演的形式上 因为景温一开始是以 明歌西餐厅的演唱 可以说是你踏入这个领域 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那么也有一些像我们之前的 大型的在室内 这个社交馆 我相信你也唱过很多电视台的 或者是演唱会的很多的场合 那我们就比较一个最极端的 就是以明歌西餐厅 跟那天这种户外野台的开唱 这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 对你来说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如果真的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真的比较喜欢户外的 像那种大型的场合 因为第一个观众不同 明歌西餐厅 我说真的 因为以前唱明歌的时候 因为班牌的很多 第一个有的时候你这样唱 从中午12点半唱到半夜 一点两点 你知道那种就是唱到最后 你会变得无感 就你没有那个热情 对你 然后呢 是因为那个观众都在吃牛排吗 也是 真的啊 我告诉你 因为我常常有一些 特别的团体的演讲的邀请 那他们就是 都是社会名流跟企业家 他们就想要一边吃饭 一边听我演讲 都被我拒绝 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 听到高叉的声 因为我觉得我演讲需要很专注 那你如果一边在吃牛排 我怕我边讲会边想要笑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演讲的主题 是比较严肃 然后你看到一个企业家 突然间啊 这样吃那牛排 我会觉得我会讲不下去 所以你应该知道 那种感觉 你知道我在讲哪一种团体 就是他其实是社会名流 是 而且都有不错的讲丑 但我就是没有办法解 像我印象中 有一次我在唱民歌的时候呢 我前面就坐了一桌的客人 然后呢 因为那牛排是有盖子的嘛 那他是不是放在 服务生放在桌上 他必须把盖子掀开 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我那时候在唱情歌 然后我就突然笑场 因为你就看到那个客人啊 他说一掀开 然后呢 不是 没有 那个客人跟那个服务生 意识了一下 叫那个服务生来坐他的位置 然后他叫服务生拿起那个纸巾 然后那个挡着 然后那客人去掀那个牛排的盖子 他讲的怕被喷到 就是说你来体验一下 我那个怕被喷到的感觉 是不是 对啊 我那时候 而且那客人就坐在我正前方 你一定会笑场的 对 因为太搞笑了 我觉得那个画面 可是他是恶意还善意啊 因为善意是觉得很好玩 恶意是说 你给我 就是体验看看我的感觉 他还蛮善意的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切牛排那个声音啊 如果比较没有节奏的人 他在下面切 有时候那种 那个声音嘛 那我们如果唱歌的话 有时候那个 如果不够专心 其实也会被客人的那个切牛排的声音啊 就是干扰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大型户外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互动就是 如果喜欢你的观众 他会很专注的focus在你唱歌 然后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换你们唱 大家一起唱那种互动 那就跟明哥西餐厅真的是差很多 就那个专注力啦 不过就是我一直觉得户外开唱 他就是变数比较多有天气的 然后因为你比较不知道 呃 观众他们的背景 另外就是其实哦 以演讲来说 因为开放的场地就是男女老少都有 好 那你要把你想要表达这个主题 然后用男女老少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而且他们要有所回应 其实这就是对演讲来说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倒是我个人 如果我是像你这样的很会唱歌的表演者的话 我其实我我最想要 然后也最想体验的 其实就是那种 呃 现在有很多那种文青的事集 好 就是在晚上 然后就街头艺人的表演 我告诉你 其实那些人坐着听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安静 而且还会点歌 那会给你非常投入 而且是很多的掌声 然后也会有人打赏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表演 就是街头艺人 在那些文青的事集的表演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很舒服 你敢去申请一个街头艺人的证照 我可以在旁边帮你打鼓 听说现在街头艺人不用申请证照 真的还假的 好像是抽签 就是 就是好像你每个礼拜 我去抽签就可以去表演 好像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贴近民众的表演的方式 大家可以 参与看看 去体验看看那个感觉 我是吴若荃 我是黄景文 来跟大家聊一聊 不管是从演唱或演讲的角度 那我刚才有特别分享了 就是其实街头艺人的表演 有很多种不同的场合 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 反而是那种观光地区的大白天的那种 太开放性 因为有时候 我曾经去某一些 我就只讲好了 我们的士林有个士林官邸 那有一次我去淡如那个梅花湖 不是个小熊书屋吗 那个梅花湖旁边也有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 那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一个开放型的场地 尤其是周末人潮很多 但有好几组人的表演 其实是会干扰到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多少会听到另外一组人的声音 第一个他们间隔的距离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在同一个环境 所以真的是 有人是用拿卡西的方式在唱 然后有的人是吉他 然后就是很多各种各式 我也看过 虽然觉得很热闹 但有时候会干扰到 我觉得那就会变成观众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聚集 因为他没有办法很专注的 听你在唱什么 反而我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直播主 他们在这个直播间唱歌 像我也会把它塑造一个 好像是户外或者是一个 就是小小的那种街头艺人的感觉 因为其实那个手机的贴近 有的时候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你只要看到观众下面留言的互动 你就知道就是那种互动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场合 所以其实你说大型的那种演唱会 当然站在那个 比如说小巨蛋 我也唱过 然后那种舞台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最基础的这些都是因为 我在民歌习餐厅唱过 的那个经验的累积 对那个基础其实真的帮我打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场合唱 对我来讲都有不同的感觉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就是归零 就是每一次都是新的表演 像我妈妈就很喜欢听人家唱歌 不论在电视节目的 或者在现场 或者是在街头艺人的表演 而且我觉得我妈妈有一个 让我觉得很惊讶 而且我跟她相处下来 也是一个很有默契的 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对自己节俭的人 她其实对别人非常的好 可是她对自己非常节俭 那我有好几次看到 她其实都会驻主 就是很专心的听街头艺人的表演 然后表演完之后 她都会叫我 就是叫她打赏 就是给对方一些这方面的酬劳 然后就感谢对方 因为她觉得唱歌很辛苦 就应该要得到一个 实质的鼓励跟肯定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因为我妈妈已经88岁 然后你到她平常就是 省吃俭用的人 然后那个街头艺人在唱 然后叫她打100 200 300 这样放音 她都很舍得 她会觉得应该的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我带她去 就是台中台南这样的旅行 那有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台中 台中在那个成品绿园道那边 有个区就是晚上都有市集 其实她某一个期间 还会有什么台中爵士乐那种 对对对我知道 对那她那个 就是没有爵士乐的那个夜晚的 那个小公园里面 就是成品绿园道的那一个区域里面 其实晚上都有街头艺人在表演 那其实我妈那时候 我记得还在治疗癌症或什么 然后其实她已经 就通常都会觉得很累 想要回去休息 可是她就看一组街头艺人的表演 然后就好像从八点 就一直做到十点 然后连上厕所都没有想要 你妈妈 对她就一直 而且是一个 她没有点歌 没有她没有点歌 可是有一组男生 那一组男生真的很会唱 就是不管谁点什么歌 她都会唱 而且是那种歌的歌路差很远 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种 很 就她的歌路很润泉宽 对 所以你妈就很开心 就哇 这个小伙子很棒 很厉害 是 然后就是 后来就结束了嘛 我们要回饭店休息 然后那个演唱人也要回去休息 然后我妈就是 我就看到她 有那种 她其实就是想要打赏 她可能就这样没有带钱 因为就是临时 吃完饭出来逛逛 那我就拿两百块 就是 我就说妈你想要打赏 是不是 她就说对对对 赶快拿去给人家 然后那个对方 其实她也看到说 哇一个八十几岁老太太 会给她打赏 她会觉得蛮特别的 对方一定会觉得很感动 真的 因为其实啊 某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种教养 一种修养 一种你知道那种高度 对 因为我曾经有遇到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直播到现在也一年了 然后我等一下来跟你讲 这个事情 好 我们等一下聊一下 不过经过这些经验 跟今天聊完之后 我发现我以后 不管去哪里演讲 我要随身带一个打赏箱 好刚刚景文说 要补充一个经验 就是我直播到现在也一年了 然后呢 就曾经在直播 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然后就有 我直播间就有几个人 他们在LINE成立了一个群组 可是我不知道 然后呢 他们就几个人 就在那个群组里面说 那因为黄景文是个艺人啊 所以他来直播是好玩的 他还有其他的工作 所以呢 就是可以不用打赏给他 就是反正 因为他这个是唱兴趣的 所以呢 就是他们就是 那几个人就开始在聊这件事情 可是我都不知道 那是另外一个 就是真的是 就非常支持我 就打赏我最多的那个朋友 他就私讯我说 人家这样讲 就是你除了这么直播 就唱好玩 你还有其他工作 是不是真的不用打赏 这样 我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才是最得体最好的 可你也不能不回答吧 你就不回答吗 嗯 其实说真的 我就告诉他说 演艺工作当然也是我的工作 但是就是拍戏也不是 每年都有好几部戏拍 那唱活动也不是每天都有 所以我现在还是得要靠直播 或生活 是哦 对 你就这样回答 是不是 事实上也是这样 OK 只是我不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要开一个群组 讲这样的话 讨论哦 对 我觉得这第一个 这很不尊重 很不尊重 尊重我嘛 当事人 是 就是你得要来问我 什么状况 那你再去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讨论是当事人 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要怎样 我决定怎么有时候 就是活到这么熟灵 那种天真 你管人家要成立 什么群组讨论你什么 那些都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的开心好不好 可能我那时候因为这样子 我有生气 后来 你就是都不打电话给我 你每天都为了一些 不需要生气的事情 在生气 真的我就很直接 外面要成立一百个人 群组来讨论我的发型跟衣服 都不关我的事 那是他的生活跟他的选择啊 所以你知道我就是这样得罪人 后来我就很直接跟他们讲 不只是得罪人 就浪费了你的人生 真的吗 后来我就真的跟他们讲 后来那群人就散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来 我的直播间了 对啊 可是我说真的 你也不想要这些人 我愿意砍掉重练 对了 没有没有 人到熟年是这样 你可以选择朋友啦 但我觉得 你不必讨好每一个人 是啊 是真的 对 可是这种讨论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啦 与其讨论要不要打赏给你 总比在后面说唱歌很难听的好吧 你觉得呢 但是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很好 不过我讲一下那个 我自己对于那个 就是打赏的观念好不好 因为我在做YouTube的 每隔一个礼拜四 就大概14天 每一个月的第二周跟第四周 我有在做直播嘛 那也是有很多人 他是会donate的 他觉得他要donate的金额 我刚刚有些人就是 30 有些人70 有些人就111 常常有人有一个固定的朋友 他就是1111这样 对 那其实我的感觉 就是说我也不会去 主动的邀请说 你要来做这样的一个donation 对 但有人donate 我当然觉得很开心 可是其实我在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个 现在就是私下讲的一个 就是说你吸收到 不管是从听景文的歌的娱乐性 或从上我们现场课程 还是免费的课程 你如果觉得他对你有收获 那你愿意拿出你能力范围之内的 一些金额 去做这样的互动跟回馈 那我觉得表示你这一个人 你的人生 你重视的是一种公平性 就是我从那边得到一些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我能力所及 我也付出了这一些 那我觉得这一种对等的公平性 是这一个人 他这一生的幸福 哇哦 说得真好 如果你每天做很多事情 你都叫做 Tech Advantage 你从别人身上拿很多好处 但是你觉得 这些好处都是 你理所当然 当然你今天如果你的收入 很少 然后你只能透过这样的参与 给对方肯定 我觉得这样也很棒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 抖内钱 但是我觉得你抖内的 某一种程度跟心态就反映了 你对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公平性的一种表现 其实我也有很多感动 我的直播间 其实也有上班族 也有可能就是大家省吃俭用 然后就为了就是要鼓励我 然后尽他所能的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非常感动 甚至有人也抖了很多很多钱 可是他告诉我说 因为你值得 所以我都很谢谢他们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